嘎萨利西昂 斜坡上的艺术家连展 在台湾排湾族雕刻馆展开 参展的十位艺术家包括伊旦 吴玉陵 阿旦 尔塞 尼旦 伊雷斯 雷勒丹 安慎慧 杜涵松与王亚兰 连展的艺术家代表一旦表示 自古以来居住在屏東的排湾卢凯族人都自称嘎萨利西昂 意指族人世世代代住在斜坡的土地上 有序传演族群的人文 命脉与故事 族人所展现的雕刻 编织 建筑 镶嵌 刺绣等精细工艺 也与嘎萨利西昂这句古老语言有着紧密的连结 嘎萨利西昂是用来自称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住在斜坡上的人 那这句话跟我们的古文明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然后这几天我在想 艺术家或者是我们称的布里玛 角色是什么 我归纳三个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 传承研续这件事 另外一个呢 是说故事 第三个呢 就是交流 我觉得这十个艺术家很了不起的是 他背后好像虽然的创作形式是不一样 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个 一个哲学的一个脉络 生命的哲学的脉络是把它贯穿起来 几乎每一个都非常精彩 十位艺术家透过木雕 铁雕 复合媒材等各自擅长的艺术表现 呈现令人为之惊艳的作品 来自三地门乡大社部落的吴玉林 把对旧部落的思念透过作品传达在一起的意向 风灾后 我开始会思念 会去想念以前的部落 说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相处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画面就常常会浮现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 就叫做在一起 在一起 我们会在一起共跟 我们在一起共享 我们会在一起 女孩子会在一起做 做我们的一些手工艺 好茶部落艺术家杜涵松 结合原住民常见的百合花 桃壶 以及百步蛇图腾 创作云豹图像 希望能透过台湾消失珍贵的物种 加强民众对动物保育的观念 云豹其实跟卢凯斯有很密切的关系 台湾原生种很漂亮的一个动物 它既然消失了 既然灭种了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创作来做 给外界一个反省 大家做一个省思说 为什么云豹会消失 协谱上的艺术家连战 即日起在文化处四楼 台湾排湾族雕刻馆展制 12月11日 文化处邀请民众一同来欣赏 精彩的原民艺术美学 协谱上的艺术家 协谱上的艺术家 协谱上的艺术家